嗨,大家好,我是Eric 今天我想要稍微做一個分享 然後做了一個投影片 其實這投影片是我去年的時候幫一個 我們有一個在海外的台灣工程師的一個組織 叫做OTA做的 但是想說既然這份投影片 我覺得應該對大家 對於你在國內受教育 然後有興趣到海外工作的一個經歷分享 可能會有一個幫助 那我就是分享一下我自身的工作經驗 這幾應該是一個比較general 就是比較稍微概括一下我自己的個人經驗分享 可能如果之後也許講到真的比較專業的這個內容的話 可能就再做一期影片來可以來分享這樣子 那這個投影片是英文的啦 不過我相信會來看我頻道的觀眾應該那個英文程度都不錯吧 所以我就用中文講 但是投影片內容是英文的 那你就自己稍微看一下 或者是你就把影片不一定要開著 聽我講也是可以 好 那這個 我現在人在就是丹麥工作嘛 所以我主要是分享說 我就是如何這樣子一路下來從台灣 然後一直 就是工作經歷 我其實也不算是一個工作 年資很多的一個人 我現在到我2019年出來工作到現在 大概已經五六年了 其實也算是職場的 不能說是菜鳥 但也不能說是老鳥 就有點像是 剛走出這個新人期的這個一個階段 對於尤其是我們這個產業來說 電力產業其實 其實在這個產業很多人都已經做了 真的要到很資深的話 可能都是做三四十年的 我是遇到有一些同事 他可能已經70歲了 就還在跟我們一起工作這樣 所以我是對於我們這個產業的 未來的這個穩定性 我是抱持著一個蠻大的 就是我覺得蠻大的一個 就是蠻有信心的 不會像可能高科技業或者是一些軟體業 他大起大落的這個情況比較明顯 像我們做這種土木集電大型基礎建設的 其實只要這個世界還有需要鋪橋造路 然後有需要用電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是很穩定的 那就稍微介紹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好了 我是中山大學電機系研究所畢業的 我主修電力系統 那我碩士畢業之後 我大學是念遠資大學啦 然後中間在念書2018年的時候 我有去香港跟重慶 就去這兩個地方交換 有一點好笑的事情是 其實我本來想要去歐洲或是美國交換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是我已經考過那個英文檢定 但是我發現我把那個報名的檢章看成去年的 然後那個時間已經過了 所以就這樣子就是錯過了這個機會 那沒辦法我就只好報名就是還沒有 日期還沒有截止的學校 所以就去了香港跟中國這樣 那我自己呢 2019年 我那時候是考那個台電獎學金進去的嘛 如果是我的老觀眾應該前面就知道 我之前就有講過 我一開始是考台電獎學金 但是那時候其實連招我也有去考啦 但是就是那時候我是碩一去考的 然後我想說還是把碩士念完好了 所以雖然有錄取但是後來就沒有去 我印象中是2017年去考的 然後我印象說那時候總分好像四十幾分 對好像四十幾分就會上了 台電國營的連招其實沒有很難考 只要你稍微可能認真讀個半年 如果奠基本科應該認真讀個半年都會上啦 對 然後但是我去台電沒有做很久啊 做了大概半年我就離職了 那時候就做的沒有很開心 然後你看我2020年1月到2020年6月 我離職之後其實 度過了那蠻荒唐的半年 因為那半年好像是疫情剛開始吧 我印象中2020年 對啊那時候疫情剛開始 然後我那時候就看我同學後去科技耶 我就跑去那個系統廠 我就跑去系統廠做 做了 嗯做了一段時間 對 然後 後來只做了一兩個月 我就離職了 然後我又跑去 有一家叫 總之就是跑去一家軟體也寫軟體 也是寫了一兩個月 然後 總之就是那一段時間好像換了兩三份工作 然後就做了一兩個月而已 結果後來就覺得 嗯 覺得 還是走這個原本 電力組本科好了 所以我就 我就又回去 做台塑的那個工程師 我這份工作做比較久 我做了大概一年半 嗯在賣療 可是我那時候就是 因為我家是住雲林嘛 所以就去賣療做 然後就做了一年半 對 然後 呃其實我本來想說 反正離家近 然後台塑也是工作穩定穩定的 對 雖然環境沒有很好啊 畢竟是在賣療 然後又是在練友常 但是 呃離家近 然後 呃工作也很穩定 你想說 可能可以就這樣 一直做下去 這樣 之後後來有一次 呃有一個 我們外包的廠商 就 他們那時候就是 在蓋那個 臥序的這個變電站 然後我就剛好有這個機會 接觸到就是 我才知道我們台灣原來有 離岸縫店這個產業 所以我就 呃我就 那時候他們剛好招一個叫做 graduate program的一個 或是叫ELS program的一個 呃 呃 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項目 然後 這項目就是給你 呃三年的時間 然後輪 輪 輪掉 輪掉不同的部門 對 然後他有機會就是 出國工作 然後那時候就是 準備了面試 準備了一段時間 對 然後就 就考上了 這個 這個 三年的program 然後他的program 是蠻有趣的 他就是前面 呃可能八個月 九個月在台灣 然後之後就可以輪掉到 丹麥這樣子 所以呢 我就在這家公司 就是我做了 呃 在台灣先做了八個月 做了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轉案 在彰化 的一個 一個 一個很 呃 算是國內那時候最大的 再生能源的 的 的 變電站 所以我那時候就 做這個 變電站 的 項目 然後後來 成功跟 呃 我剛好有個機會 我就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 叫做 呃 SAMCO 那就是我現在 現在的公司 大概已經做了 半年多了 所以我在丹麥已經 前天後日加起來已經 差不多已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 然後 呃 這個大概是我的一個經歷 背景 這樣子 那比較特別的是我去考一些 呃 呃 一般人比較 在台灣的人比較不會去考的 證照 我到現在是還沒有覺得有一些 實質上面的作用啦 但是 我覺得 放在履歷上應該 可以是 蠻加分的 就是 下面這個 呃 我也是蠻推薦大家去考的 如果你是要走 不管是土木 或者是基電 這種基礎建設的 行業 我覺得 這個是蠻適合去考的 然後現在在台灣也 也可以考 如果之後 呃 沒有興趣的話 可以做一集 怎樣去考美國的 技師 不是台灣的技師喔 台灣技師 呃 我覺得出了台灣 基本上沒有什麼批用 對 你要 你要考 你就是要考那種 國際上大家都承認的 現在主流的應該就是 美國或者是英國體系啦 美國的就是 呃 NCEES的PE PE就是 Professional Engineer 然後另外一個體系是 英國的 CENG 就是 Chapter Engineer 皇家註冊工程師 其實 英國的那個制度 我覺得是更好 如果你有機會 你考牌的話 你還是可以考英國的 因為英國的話 它是 整個 以前大英國寫的國家 都可以通用 就像 呃 加拿大 或者是 澳洲 紐西蘭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這些是以前是 英聯邦國家的公司 都是可以通用的 這個 這個牌照 那 呃 有一張那個 這個叫什麼啊 呃 職業安全衛生 這個 證照啊 沒什麼用 那時候 我是 因為在練武場工作需要 所以才去考的 然後那時候工資有補助 想說去考一考 對啊 然後上班上了 呃 上學上了 兩個禮拜吧 那時候就是工費 可以去上 上課 然後就 就考到了 沒有什麼難度啊 這個證照 基本上 只要大家有去上課 都會考得過 然後就是 其他一些 獎學金 這樣子 好 那講一下這個 丹麥的地理位置 丹麥就是在 歐洲大陸的 北邊 北歐 北歐國家有五個 冰島 挪威 然後瑞典 芬蘭 跟丹麥 那 比較特別的是 丹麥 丹麥語 挪威 還有瑞典 這三個國家的語言 是比較接近的 然後 冰島跟芬蘭 他們是兩個 完全八竿子大 不知道有關係的 一個 一個語言 尤其是芬蘭 他是 就芬蘭語 他是比較接近那個 俄語的 俄羅斯 然後我就是住在 哥本哈根 我現在就住在 哥本哈根 這樣子 就是那時候 被公司輪掉來 丹麥 然後就 留在這兒 然後 不知道 會待多久啦 反正 可能 可能 之後 換別的城市 待一待吧 對啊 看工作的機會在哪 可能就 去哪邊 待這樣 然後 直接講一下丹麥 丹麥其實比台灣大一些 呃 台灣是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嘛 那丹麥就是 四萬兩千 四萬三千平方公里 他人口大概是有 呃 六十六百萬 現在應該接近六百萬 這個是數據 是兩 幾年前了 因為丹麥一直有 新的移民進來啊 那時候 呃 就是有一些 尤其是中東 還有 呃 歐盟有個政策 他就是 所有的國家 就是要平均接收 按照你的人口 還有土地面積的大小 他會分配給你 一定那米的數量 所以每個歐洲國家 都要接受 一定比例的 中東難民 所以 呃 這個其實有正反兩面的說法 呃 一部分是說 哦 我們要基於人道啊 然後就是 要接近這些難民啊 可是 呃 另外一部分的說法是 這些人 來 他是需要 用 呃 當地的稅金啊 然後就是 變成說你的資源變相 排擠到本國人嘛 所以 呃 對啊 但是身為一個在丹麥打工的 中產階級外國人 其實 沒有什麼資格講這件事啊 因為畢竟我們也不是 我們也不是丹麥人 也不是這裡的公民嘛 所以 呃 也沒有投票權 然後也 也不能去 呃 公開發表這些言論 就是 呃 你沒有 你沒有權利這樣做 對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 丹麥的人均GDP 大概就是台灣的兩倍左右 所以他們的人均GDP是蠻高的 你看人均GDP很高 可是 呃 丹麥的賦稅也很重 丹麥的稅大概是 呃 有可能繳到四十幾趴這樣子 所以其實 呃 如果你在台灣的高科技產業做的話 可能 搞不好你會賺了更多錢 但是丹麥的這個生活品質 還有工作職場環境 我個人是認為比台灣好很多啦 就是跟 不管是科技業或者是國營事業比 我都做過啊 所以 我覺得那個職場環境是 會讓你覺得比較舒服啊 比較友善 然後丹麥的皮膚差距很小 所以這幾年係數很低 然後他們的這個人類發展指數 HDI這個很高 然後他們 他們不是用歐元的 很大 丹麥有 其實北歐國家蠻特別的 北歐國家 呃 看前一頁 北歐這三個國家 挪威瑞典還有丹麥 他們其實都是 用 欸 挪威其實我不確定 他們 欸 挪威有自己的貨幣 所以挪威克朗 瑞典克朗 丹麥克朗 然後芬蘭就是用歐元 冰島好像也是用歐元 對 就歐盟國家裡面有少數幾個 還是用自己的貨幣這樣子 就是大概一個丹麥一個簡介 那丹麥的這個物價其實是很高的 就是我從這個 有個叫做Nunbill的這個網站上面 揭取下來的 跟台北比的話 丹麥外食是比台北貴非常多的 然後 反正 重點就是只要牽涉到人工 就是貴 就是你 自己買東西 買肉買牛奶 回來煮 其實不貴 但是如果你要出去外面餐廳吃 就是 台幣一兩千塊起跳 就不誇張 真的是 都是一千台幣起跳 你如果要吃像台灣正常的 還不是什麼很豪華的餐喔 就是正常的餐 就是一千台幣起跳 所以你看這個 Consumer prices 就是這個消費物價指數是比台北高非常多 然後如果來算上租金的話 其實是比台北貴了百分之六十幾 所以 真的是非常貴 然後租金的話真的是貴到靠北 比如說像我 我住一個可能 一房的這個 這個小公寓 然後他 他就是studio 一房的這個studio 然後他可能就是有一個 自己的廁所 然後有自己一個煮菜的 煮飯的一個 小的這個流理台 他可能就要 台幣三萬多塊了 然後 我不曉得 台北大概差不多兩萬塊吧 對 但 但跟其他歐洲大城市比起來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還好啦 對啊 然後 Gauchery price 欸很意外 這個Gauchery price 還比台北低欸 我覺得 我不曉得他怎麼算的啊 但是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 丹麥他的農產品 其實很便宜 然後 因為整個歐洲是六通 不需要關稅的嘛 所以 你可能可以吃到 譬如說什麼 喝到那個 葡萄牙西班牙來的酒 可能也是挺 也是滿便宜的 然後 丹麥本地的那個畜牧業很發達 所以 很多這種 養豬的這個產業 丹麥的豬肉是世界前幾大出口國 所以 好像前三大還是前五大 有點忘記了 總之就是 他的畜牧業很發達 所以他的肉很便宜 牛奶也很便宜 但是 你要去外面吃就很貴 所以 我覺得一個禮拜頂我去外面吃一次 就是 差不多是上限了 然後 我選擇繼續留在這裡工作的原因 呃 我原本是在台灣的公司工作嘛 就是 其實 剛好有機會就是跳脫這個 台灣的公司 然後 這個職場文化 所以 我就想說 就是 那時候 也才 就是 二十 那時候應該才差不多二十六二十七歲 我想說 如果現在不嘗試的話 呃 你以後可能 等到你 三四十歲 然後你沒有 就算你有機會 你可能也不敢隨便 呃 再亂動了 應該很多人 了解我的意思 尤其是你可能在一個很穩定的 企業上班的話 對啊 那就是 如果年輕有機會的話 就去多嘗試 比較那個 那個時間成本比較低啦 就是 你如果失敗了 你大不了就是回去再從頭開始嘛 其實也沒什麼 然後你也還年輕 所以 也沒有什麼 呃 這方面的壓力 然後另外 就是 呃 我剛好就是有這個機會在 呃 他是一個三年的program 然後在不同的部門裡面 不同部門裡面去輪調 然後這個輪調是 兩個 兩個 他一個 他一個部門就是待可能八個月 然後你總共可能會去四個不同的部門 那兩個部門在丹麥 兩個輪調在亞洲地區 對 但那時候其實我沒有 我沒有做完 我就跳槽了 所以 呃 這個是去年的狀態 去年還沒有跳槽 對 今年就已經跳槽了 呃 然後我覺得 這個 這個program 很好的一點是 你可以在不同的部門 呃 去找到你真正 喜歡的 這個 就是興趣 其實台灣很少 這有點像台灣這個儲備幹部的計畫 就是讓你先去不同的部門都做做看 然後最後選一個你喜歡的 但有時候 他是 有時候台灣的這個儲備幹部有一點被濫用 就是 給你低薪 但是你跟 你做跟可能一般政治一樣的工作 但你的薪水比可能一般的政治還好低 但 丹麥 其他國家不敢講 但丹麥這個公司他真的是 呃 你可以 就是你 你不喜歡你還可以換部門 你是真的可以自己去 去跟 呃 別的部門的老闆談 然後你想要去別的部門這樣子 那 我來丹麥的話 就是你可以順便建立一些你的海外的人脈嗎 就是在這邊你可以交到一些國外的朋友啊 但有趣的事情是 其實 我覺得丹麥人 蠻難交朋友的 就是因為他們 我不是說他們很冷漠或是怎麼樣 只是因為他們其實從小就是 如果他是丹麥人在這裡生活長大 他就已經有自己的這個交友圈了 所以 嗯 通常比較少會再去跟你 嗯 接觸 那你下班之後啦 那你下班之後你的朋友大部分都會是 在丹麥的外國人 那外國人可能 可能是歐洲人 可能是美國人 可能是日本人 可能是韓國人 都都有可能遇到 但我必須說丹麥的亞洲人 還是 非常的少 跟其他幾個歐洲主要的大國家比起來的話 嗯 比如說英國的倫敦啊 或者是 嗯 德國的這個 柏林 或者是法蘭克福 或者是漢堡 這幾個大城市其實 華人 或者是 亞洲人都很多 那丹麥 比較少 就除了歐洲人之外 可能就是中東那邊的人 比較多 對 那 相對有時候 嗯 你要找到同鄉的機會 就 就比較小啦 但你 換個方向想 就可以 放開你的心胸 去 教 跨出蘇士旋 去教那些 嗯 不講中文的人 然後你的英文就會進步很快 像我就是 因為這樣子 所以就是 在這兩年之內 英文的這個口語 突飛莫進 我 你很難想像我大學 我去畢業的時候 去考那個 多益 我才 我才 我好像才考五百 五百三十幾分 我還去上那個 學校的那個重修班 因為我沒有 我沒有考過那個 那個學校的畢業門檻 但總之那時候英文就是很爛啦 然後 可是後來就是研究所自己有去加強英文這方面 所以 畢業的時候也是我考到 可能 因為好像七百七還七百八 總之有 就是有進步這樣 可是 我覺得 那個考試都是 你沒有實際去講的話 其實 其實好像都沒有什麼用 真的是 真的英文進步 或是在工作上面 學習 那這當然還有一個理由 就是 因為我以前也沒有 就是出國留學的經驗嘛 我就是 大學 研究所 都都在台灣念 所以 我想說 如果有機會出國一段 就是 不是出國旅遊 就是 在國外真的 長期生活一段時間 我就 我就想要去試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 可能再老一點 我可能就沒有那個 勇氣去跳脫舒適圈了 那在達麥工作其實有蠻多的好處 第一好處就是 年假有三十天 或是 其實它法定規定是三十 二十五天啦 就是 minima 最少就是三十五天 二十五天 但是很多公司 會再多給你五天 再多給你十天 這樣子 像我現在公司 這就有同一片啦 但是我現在公司 就只有三十天 就是比 我上一家公司少了五天 然後 然後基本上工作時數 也是它上面寫嘛 法定工作時數 就是三十七點五個小時 但我覺得 我個人是覺得 他們應該沒有真的 做到那麼多小時啦 很多時候就是 在辦公室 聊天啊 喝咖啡 可能時間就過了 那還有一些好處是 比如說像 你要在歐洲 就是到處旅遊 其實是 機票都很便宜 比如說我前幾天看 可能去馬德利的機票 不用 來回不用一千塊台幣 就是你從丹麥去西班牙 可能不用一千塊台幣來回 那 可能去阿姆斯特丹啊 或者是去 去瑞典 挪威都都很近啊 這些台灣人聽起來可能 很很夢幻的地方 那我是個人是蠻喜歡就是 丹麥的這個 智商文化 智商環境 因為 其實大家都是很平等的 就不會因為說 你是老闆 你就 你就怎麼樣特別厲害 沒有 他們不吃就是 敬老尊賢 這一套 對啊 就是下屬如果覺得 老闆講的沒道理 他底下的人也可以 就是直接 直接嗆他這樣 就是沒有 沒有在講這種 敬老尊賢 也不是說嗆他啦 就是就是論事啦 就可以指證他的 可能 觀念或是錯誤這樣子 然後就是 這個文化很 很多不同的文化 你可以跟你的同事學習 尤其是 如果你是在一個 跨國公司上班 當然啦 就是有一些 部門可能就是很 怎麼講 全部都是丹麥人 那你可能就是會覺得 自己比較 怎麼說 自己就是那個少數 可是 像我是做 我是工程師 工程師其實 丹麥就是 比較 很少人想要念嘛 所以 基本上 很多 在丹麥的工程師 都是外國人 對 我覺得 應該 可能丹麥人的比例 就是佔百分之三十 其他都是外國人啦 不管你是其他歐洲國家 或者是 呃 其他國家來的人 對啊 但是 在丹麥有一些缺點啦 就是 我覺得 呃 丹麥的食物很難吃又很貴 對 這個 沒什麼好講的 但是基本上每個歐洲國家都 食物都很難吃又很貴 除非你是去 那個亞洲餐廳 對 然後丹麥的天氣很爛 就是 一整年 可能真的有陽光的時間 就三個月 然後冬天整個都黑了 對 那 還有一個就是 在公司以外 比較 比較難交朋友啦 但是 對啊 這就看你的個性啦 我個性是偏宅啊 時常宅在家裡 所以我覺得也沒差 然後第四個就是 這也是重點啊 就是稅其實蠻高的 嗯 當然就是 稅前的這個收入是很不錯 但是 你可能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都要上繳給國家 然後就跟你的 呃 就看你的 呃 他的社會福利很好啦 就是 但是 我覺得 對單身的人很不友善 就是 你這些福利基本上都用不到 因為 他就是說你可能 你有小孩的話 每個月政府會給你 可能五千克啦 就兩萬多塊 台幣的補貼 然後 是上學都不用錢 對 所以你 生越多小孩 你就可以拿越多補貼 然後每個月都有 那 然後 就是 那個稅都可以減免這樣子 所以 嗯 不過之後 跟我沒什麼關係啊 就是 我是一個人在這 所以 對我來說沒差 所以我就考慮 我也考慮 想說 要不要換去那個 稅底一點的國家 這樣子 或者是 可能我外派 有機會的話 外派回亞洲 我覺得也是不錯 我覺得我應該是不會 長期一直留在丹麥 但是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大概 再待個兩三年吧 我也不確定 就是要看 工作機會這樣子 那 那個大眾交通 呃 不是很方便 我自己是覺得 不是很方便 尤其是出了各個 但是 丹麥跟其他的歐洲國家 比起來 已經算是好很多了 但你不能拿他 就是跟台灣 尤其是台北比 因為台北我覺得 真的 真的是 你出國之後 你才會覺得 哇 原來台北是這麼方便 台北的那個交通 真的是太太方便了 連那個我丹麥同事 去到台北 都對可能 我們台灣的捷運 或者是高鐵 就是很多稱讚這樣子 那 可以 給你的一些建議就是 呃 你一定要找出你的 你出國的理由 第一個就是你要 確定你自己出國的理由 你是為了錢呢 為了經驗呢 還是為了 可能 為了想要移民呢 你一定要先想清楚 對不然 其實出國你會遇到 很多很多的挑戰 像我自己 呃 雖然現在講起來 可能比較輕鬆 但是 我在國外是遇到 非常多的挑戰 就譬如說 呃 我剛來丹麥的時候 就是 這裡是講丹麥文嗎 然後所有的文字 你又看不懂 我記得 我剛剛住進去 我之前的公寓 第一個月 然後我就是 洗衣機 的那個 操作 要怎麼操作 我在那邊看了五個小時 那天假日 然後 那個上面 有那個 電話 但是我打去也沒有人接 因為那天放假 但是 我又一定要需要洗衣服嗎 對啊 我就在那邊搞了六個小時 後來是 就是 就是 好不容易是問了一個 很像是西班牙的女生 然後她才告訴我 怎麼弄 所以 呃 就是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就是 就是你要不怕麻煩啦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在 在國外 尤其在歐洲生活 有時候 不是 不是說你會講英文就夠了 你不會講當地的語言 有時候也是 也是很麻煩 然後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 呃 我覺得 尤其是台灣人啦 那個 英文我覺得最基本的啦 就是 你出來工作 英文 一定要會講 對啊 就是 也不用說到講得很好 但就是 至少你要敢開口 開口講 然後我覺得這方面 台灣的這個訓練 是很缺乏的 我覺得台灣的 基本上台灣的理工教育 如果你是 就是 國立 國立的理工 碩士畢業 應該你的專業的素養都沒有什麼問題啊 那個解決問題的能力都很強 但就是 當你要 表達 然後跟客戶溝通的時候 你就會遇到很多麻煩 很多的困難 因為你 英文不夠好 或者是在學校的時候沒有 學習這塊的這個 這個能力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要在學生時代就提前準備 你可以去出國交換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你就是順便把語言準備起來 然後 你去到那個交換的國家 你也不要就是 只跟華人 或者是 只跟台灣人交朋友 你就盡量去找那個 不是講中文的人交朋友 這很重要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 你可以試試看 找一些國外的 國外的時期啦 就是 因為你去找國外的時期 那時候你的身份還是學生 你壓力還沒有那麼大 你還沒出社會 對 那你就可以看看說 各個工作你喜不喜歡 然後 如果你有機會去國外實習的話 你可能就是跟 那邊的 就是 那邊的人 建立一些 關係 那到時候可能 你畢業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可以直接 被 就請他們幫你內推嘛 有時候 其實公司在 招聘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是很 看中 你有沒有 就是人脈 這樣子 那如果你想去出國工作 人脈 要怎麼建立 就是從 實際開始嘛 至少你可能可以請 你的 你的 mentor 幫你寫個 推薦信 這樣子 那你 機會就是大很多了 跟其他人比起來 跟你 完全沒有海外經驗 然後 海頭比起來 你那個 機會就是 大很多 然後 第五個就是 你可以去參加一些 分享會啊 之類的 現在有很多 在國外工作的台灣人嘛 他們有時候會有一些分享 一些演講 你就可以去參加 那你可以 也可以去考一些國際的證照啊 比如說像是 我剛才講的嘛 professional engineer 就是 美國的 呃 就很像台灣的祭司啦 但是他是 美國的 執照這樣子 對啊 假設你今天 是一個 譬如說 外國人好了 那 你看到一個 你看到兩份CV 你看到兩份履歷 可能都長得差不多 可是一個有 美國的 祭司執照 跟台灣的 祭司執照 你可能連台灣 在哪裡都不知道 那 你要考哪一個 當然是 如果你想要出國 你當然是考美國的 傻了才考台灣的 台灣的 其實 錄取率才16% 出了台灣 根本一點用都沒有 對啦 但如果你 如果你打算 就是一直留在台灣發展 然後 留在台灣 開自己的 顧問公司的話 那 那你當然是考台灣的 牌比較好 但如果有 有志想要出國發展 我就覺得 應該你就 不需要再浪費時間 準備 呃 台灣的考試了 因為 其實也花很多 時間跟金錢這樣子 那我覺得 如果你打算 未來就是 朝國外發展的話 那就 不用 不用去特別準備 那 最近也很流行 一個叫做PMP的證照 就是專案管理師 那 專案管理師的話 呃 比如說 像一些 PM 或者是 可能一些 專案 專案工程師 都會 需要用到 那 你可以順便就是 把它準備起來 好 那 這個就是 今天的 這個分享 那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你可以按讚 訂閱 分享 那有什麼問題的話 在下面留言 我是Eric 我們今天就先這樣囉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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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